工地现场水泥预办车进进出出 工人忙搬水泥进工地 拿着铲子不停搅拌 这里用的都是本土水泥 台湾建商不爱进口货 建材行业者也这么说 店家是没有卖国外的水 因为我们花脸在地的人很少在卖 国外进口的水泥呢 比较不好 国外的有点像玻璃圈 比较不会硬 比较会裂 国产进口水泥比一比 价差不大 但师傅透露 台湾产的水泥细致 进口货粘性不好 品质有落差 国产水泥市场需求大 要求全面停止开采 不切实际 开采水泥破坏环境惹争议 最大关键就在台湾水泥除了自产自销 还做外销生意引来质疑 数字会说话 台湾水泥年产量近年都在一千五百万吨上下 尽管出口量是三年小跌 但仍然超过百分之二十 怀潭批评购用就好 何必卖到国外赚 从经济部的数据来看 台湾水泥国内每吨卖两万元 但国外却只剩一万五 贵了超过百分之二十六 三年来业者光是外销就赚了一百九十四亿 但这一百九十四亿背后 牺牲的是青山绿水和脆弱的山林环境 值不值得恐怕得好好想一想 记得六位林玲中正红军伟花莲桃园报导